小小營養師 螢幕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營養超透之 小小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怡婷 在我身邊有很多小幫手 我們請他們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Sophie 大家好我是Tiffany 我們今天要來一起揭開 風味火汁的神秘麵紗 在我面前就是等等 會用到的原料 包含檸檬酸糖香料水 起雲劑跟原汁的果汁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需要把自己的雙手清潔乾淨 才能開始做果汁 那我們就請Tiffany開始 來幫我們把糖加進去 那先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知道一天大概可以吃多少糖嗎 50公克 很好如果忘記的話 可以到上一集去複習一下 讓小朋友一天大概50克的糖是最多 那你們猜這樣有多少糖 40 35 35 其實這樣子的糖量 大概是有50克的糖 看起來很多 但其實呢 等一下加進去你們就知道喝起來的甜度 其實沒有想像的都那麼甜 所以無形中可能都吃了很多糖 那就麻煩你幫我加進去 然後攪拌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請Sophie幫我們加檸檬酸 那檸檬酸呢你可以聞聞看 它有什麼味道 有酸酸甜的味道嗎 你聞聞看 有 有 好 檸檬酸其實就是外面很多果汁 加進去就會有像檸檬一樣酸酸的口感 那就會增加果汁的真實性 那等一下就麻煩你就把它加進去 那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葡萄風味的果汁 所以呢 在它攪拌的同時 我們就先來給大家看看這些香料 其實這些香料 這是葡萄 然後這是橘子口味的 他們的味道 應該不需要打開蓋子就可以聞得出來 你覺得這是什麼口味 這是葡萄 葡萄 就是它其實味道非常的濃 其實只要加一滴 基本上就可以整壺都有味道了 等一下也可以來試試看 那糖好像也融得差不多了 那我等一下呢 會先加香料的部分 香料其實只要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是1比2000 所以像我這樣子500cc的果汁呢 其實只要加0.5cc 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讓糖更好溶一點 你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先把水加熱一點點 用溫水去溶糖 那我現在要來加葡萄香料 很香對不對 先聞到嗎 一點點 我根本不用靠近妳們就聞得到了 我往繼續講 那個味道 好重喔 妳聞聞看水是不是有葡萄的味道 對 有聞起來有像葡萄汁嗎 有喔 那邊的比較濃 那邊的比較濃 應該這邊是原汁啊 對 喔那個喔 那其實 妳看這樣子很清澈 根本一點都不像果汁 就算等一下加的原汁 應該也會不太像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會加這個 啟雲劑 啟雲劑是要做什麼 啟雲劑它就是 一種合法的食品添加劑 它加的原因呢 就是要讓食品變得稠稠的 你們有喝過運動飲料嗎 有 運動飲料是不是喝起來都濁濁的 就是有加了這種 啟雲劑 其實它只要加一點點 妳看妳想要有多稠 好那我就加個3滴好了 等一下如果不夠的話可以再加 好像蔬菜喔 對 但它聞起來 葡萄蔬菜 是葡萄口味 那我們請Jana幫我們把最後的原汁加進去 我們是做10%的 50毫升的話我們就加50cc 所以原汁其實只用了一點點 就可以調出果汁啦 好最後我們因為原本是用溫水嘛 所以加一點冰塊 5到500cc 我們的果汁就完成囉 你們想喝喝看嗎 想 想 想 不覺得害怕嗎 不會 有一點 有一點 那你們可以幫我喝喝看 可以 它跟外面的果汁喝起來像不像 可以 顏色有像嗎 呃 有一點 比較淡 有一點比較淡 那你知道外面如果為了讓顏色更像一點 可能就會再加一點色素啊 沒有 所以看起來顏色就會更深囉 我看外面的爸爸媽媽的表情已經不太對了 所以我只會給你們喝一點點 不用再緊張 太少了 太少了 你先喝一點點告訴我 你覺得 要不要再加一點酸啊 或加一點甜的告訴我 好 你們自己拿 好喝嗎 好甜喔 很甜 太甜了 還好 那這把你平常是不是比較喜歡吃甜的 對 那再配完之後 哇 還想要嗎 要 外面媽媽一直搖頭 那配完之後你們還會想要在外面買這種果汁嗎 不會 看起來Teef妳有點有意 她可能還是想要喝 那你知道這些果汁呢 其實它的原汁率非常的低 加的呢都是很大量的糖 還有很多額外的添加劑 包括香料啊 或是甚至加色素 所以呢 也想告訴螢幕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 如果你也喜歡喝果汁的話 盡量喝百分之百的果汁 要不然呢就是盡量喝水吧 才能一起墊水水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掰掰 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營養小知識 我是營養士怡婷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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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